国民党方面为了要抢救总统参选人 好无受助的选情 他们启动了强助计划 要强化跟地方党部的合作 不过在蔡英文请来高崇市长陈菊 担任竞选总部主委之后 就有国民党中常委希望 立法院长王金平或者是副总统吴敦役 能够加入服务权行列 如果把克刚的争议 成为另一波的新的政治动员 我相信对下一代不公平 对台湾的社会也是伤害 中常会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请来教育部长吴思华 报告克刚处理过程 更批民进党将手伸进去 但现在蔡英文选举步调 再往前一步 竞选主委有请南霸天成局 反观国民党主委人选 还没真正确定 中常委们心急 因为党内的南部天王 迟迟为纳入服选行列 不管是我们的朱主席 或者是我们的吴副总统 包括王院长 在北中南都有各有他们的实力 那如何可以能够 宜尊救教的来请他们来 担任我们的这些 竞选总部的主要的干部 那或者是来提供一些主要的 国家未来的政策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我们先团结我们88万的党员 那至于说找哪一位来服选 我们应该是全体的基层同志 大家共同来努力 还是不愿具体安排王金平的位置 前一天朱立伦下达动员令 启动强助计划 党中央党部二合一辅选 不过洪秀柱面对的是 极具战略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主打反马不反蓝 如果国民党不能够跟 现在的马金体制 去切割的话 会持续的让台湾沉沦下去 总算这个也是一个 一国的总统 那你用反马来作为先解诉求 太偷了吧 宋楚瑜看似不与国民党正面对决 但冲击恐怕重创国民党 面对明清双面夹击 朱立伦父被受敌 强助计划慢了好几拍 怎么辅选也没个谱 没有实际选政策略 红秀柱这只母鸡很难飞得起来 有点TV王世凯 小米特别报道 吧 要做这些 稍微的